小学文凭的男人竟成立最大的走私犯罪集团,收买官员无数,腰包日渐丰满,被捕时还阵阵有词,似乎有保护伞相照,事情败露后远逃加拿大,但最终被捕得到应有的惩罚。 此人就是轰动一时的厦门远华走私案主负责人,他会是谁呢? 他这纸醉金迷的一生又是如何度过的呢?让我们一起回顾案件始末,共同了解这个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经济案件厦门远华走私案。 故事的主人公名叫赖昌兴,1958年9月,他出生在泉州晋江的一个小村洛里,家里兄弟姐妹八个,他排行老三。 虽然父亲在村里开了一个小餐馆,但以当时的经济水平也难胡家里众人之口,一家人的生活过得相当节俭,至于接受教育也变成了一件难以完成的事。 正因如此,刚刚上小学三年级的赖昌兴就选择辍学,十多岁的年纪跟着大哥去捡废品补贴家用。 虽然没受过什么教育,但赖昌兴这个人头脑十分灵光,努力地抓住各种可以赚钱的机会。 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,他进入了一家气配工厂干活,在这里,他没日没夜的工作和学习经验,赚取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,也是他创业的基金。 1985年的一天,他拿着自己反复琢磨的一张机器设计图前往无锡,让那里的工人帮忙制造机器,慢慢地赖昌兴就开启了属于自己的致富之路,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开办了属于自己的纺织厂、服装厂、鱼伞厂。 那个时候的赖昌兴已经身价过千万,但他并不满足于当时的生活,想创造出更多的钱,过上小时候想都不敢想的日子。 到了1991年,赖昌兴带着这么多年赚的钱来到了香港,他立志要在香港打出自己的一片天地。 除到香港的他,就进入了地产市场,当时恰逢香港的楼市不景气,借助这个时机,赖昌兴又发了一笔,足足赚了两个亿。 1994年,赖昌兴在香港创立了远华集团,开启了他的偷渡之路,成为了他犯罪道路的开端。 在公司成立之初,赖昌兴几乎每隔三天就走私一次,以这样的赚钱方式,赖昌兴的身价是一番再犯。 慢慢地,他将自己的远华集团发展成了家族集团,将自己的兄弟姐妹以及妻子的兄弟姐妹全部收入集团,大家本就是一家人,如今又成了一条船上的蚂蚱,自然十分默契。 那么赖昌兴是如何每次都抓住空子,成功走私的呢? 机遇和人脉当然一个也不能少,普普通通的林工摇身一变,成为集团老板,每天收入额可观,生活那叫一个纸醉金。 那他是如何走私的呢? 在远华集团成立之初,赖昌兴抓住一切机会走私,光是走私的邮轮就有万吨重,还经常有万辆由赖昌兴控制的走私车辆流通于市场,赖昌兴一时间赚得盈满钵满。 后来通过小道消息,他得知了当时国家需要电脑,于是他就开启了电脑芯片贸易,将一些电脑芯片走私进来。 俗话说,一回生二回熟,渐渐地赖昌兴的走私范围,从香烟到电脑芯片到植物油,甚至到通讯器材,涵盖面可以说是非常广了。 那他又是如何做到这些的呢? 其实,赖昌兴成立的远华集团起初并没有进出口全,于是他拉拢了香港当地的一些公司,与他们达成生意合作伙伴关系,借助他人之手完成走私,那些赃款再用来分摊。 至于赖昌兴的走私方式,第一种便是常见的假转口了,这种方法多用来走私香烟。 假转口,顾名思义,就是在中转站的时候假装转了货物过来。 赖昌兴将厦门海关作为中转站,收买了厦门海关的一些负责人,所以厦门海关对此视而不见。 事实上,从厦门海关运走的那些集装箱都是空的,而从出口国运来的货物也就自然而然留在了厦门海关,这些货物会为赖昌兴带来巨大收益。 赖昌兴选择的第二种走私方式便是伪报品名,通过此方式赖昌兴可以很自然地偷税漏税。 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,如果赖昌兴进口的货物是一些汽车,由于其本身价值量大,所以过海关时缴纳的税款也就多。 而伪报品名就是将进口的汽车谎报为其他价值较低的东西,如说运来的汽车是化工原料,这样缴纳的税款就会非常少,赖昌兴就可以从中获得巨额税差。 据相关统计,赖昌兴从中偷税漏税10亿元。 在赖昌兴的带领下,远华集团慢慢晋升为最大的家族走私集团,作案金额无数,身价不断翻倍。 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,赖昌兴仅仅是三年级的文化水平,可却能够只身一人从无到有,打造一个如此庞大的走私集团。 如果你继续深入了解赖昌兴,就会发现,他的这份成功源于他前期投入的那些心血。 据说,赖昌兴这个人曾经狠砸70%的资产去收买人心,为自己的走私道路清除障碍。 他曾经为了满足一些高层的娱乐欲望,痛快地拿出了7000万元,建造了一处七层高的红楼。 这座红楼也成为了他能够顺利走私的敲门砖。 香港富豪未能够成功走私,绞尽脑汁收买人心,各种方法频出,能用钱解决的从来不是问题,甚至锒铛入狱之时还拿自己的二哥说事。 红楼原名华光谷于1996年9月建成,也就是赖昌兴出道香港的第五年,由于整栋楼都为红色,所以外界称之为红楼。 红楼虽然仅仅有七层,但该有的娱乐场所是一个也不少,吃饭,喝酒,洗澡,唱歌,入住,一层一个区域可以说是一站式服务了。 这红楼之中更是美女如云,有许多官员都败在牡丹花下。 而让人毛骨悚然的是,红楼之中安有针孔摄像头,一些高级官员贪图享乐的证据都在这里了。 这些证据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赖昌兴可以要挟的把柄。 除了建造红楼外,赖昌兴还砸了一些血本去收买高官的子女。 只要是他能用得上的人脉,他就可以将对方的子女高薪招入自己的公司,平日里根本不需要做什么工作,到约会自动给他们打钱。 这收买人心的方式可以是直出对方的小心脏了。 赖昌兴还会主动塞钱给一些负伤,而塞钱的方式也十分独特,让对方不好意思拒绝。 例如赖昌兴在开发什么项目时会向一些知名的负伤借钱,之后会给负伤20%的利息。 在他们那个圈层里,每一个人都觉得赖昌兴可以身交,出手大方,为人情商很高。 正是通过这些努力,赖昌兴给自己积攒了一批又一批的人脉。 而且对待自己集团的一些亲戚朋友,赖昌兴出手也是非常阔绰的,这也成为该集团能够一条心的主要原因。 在这个庞大的人脉网中,曾经的公安局副局长李继洲就被拉下了水,他被赖昌兴称为二哥,是赖昌兴的保护伞之一。 赖昌兴走私犯罪多年,多亏了李继洲的照顾。 可最终纸包不住火事情败露之后,李继洲被查封,因贪污受贿罪和滥用职权罪被判于死刑。 而让人惋惜的是,李继洲曾经也是人民的一把手,是个本分正直的好警官,可惜了一招入泥潭,终身被沾染。 与此同时,那些包庇赖昌兴受过赖昌兴贿赂的官员都判与相应的惩罚。 而赖昌兴却逃之夭夭,远奔加拿大,时间长达12年。 后赖昌兴被加拿大的移民难民局扣押,并被遣送回国。 2012年的5月18日,属于赖昌兴的宣判终于来临。 经过各司法部门和法院协商决定对赖昌兴判与无期徒刑的处罚,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,那个曾经涉事无数的远华集团也成了过去式。 赖昌兴的远华走私案给了许多人警示,商人就该本本分分地经商, 不要总想着一些歪门邪道,最终害人害己,而政府官员应该克尽职守, 不要成为一些违法者的保护伞。 此事也成了警告官员勿贪污受辱的教材。